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鞋黄的篮球世界 带你每天了解最新最有趣的NBA世界 季前赛六胜零负 赛季前八场一胜篮球 就在所有人认为 洛杉矶湖人将迎来一个非常艰难的赛季 并且会在赛季初呈现一个非常拉胯的战绩 排名西部倒数的时候 主教练富兰克沃格尔的新体系也开始呈现威力 胡仁在一波三连胜之后 稍稍的挤进了西部前三的行列 和荆州勇士 犹他爵士这两支在季初最为强劲的球队 傲视西部 不仅仅是三连胜 胡仁在最近的六场比赛中取得了五场胜利 唯一输的一场就是被雷霆逆转了26分的比赛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场比赛也给胡仁提了个醒 在对阵雷霆的比赛之后 胡仁主教练富兰克沃格尔对球队做出的最大改变 就是彻底放弃使用后卫 拉减龙多 在龙多被弃用的三场比赛 胡仁迎来了三连胜 不仅解释这三场比赛 算上对阵孟菲斯灰熊的比赛 龙多本赛季四次被沃格尔血藏 胡仁这四场比赛 无一例外全部都拿下了胜利 而龙多其余出场的四场比赛 胡仁一胜三负非常尴尬 在拥有三巨头之后 球场空间成了胡仁本赛季被讨论最多的话题 威少也在赛季初迟迟找不到状态 特别是当勒布朗詹姆斯缺阵的这两场比赛 沃格尔特别喜欢在比赛的某个时间段将拉塞尔 威斯布鲁克和龙多一起放在场上 希望让他们两人的球伤发挥作用 尝试两名组织者的阵容 但是很显然 沃格尔的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就连球迷都在赛后疯狂喊话沃格尔 我们不想再看到威少和龙多的组合了 直到詹姆斯回归之后 沃格尔似乎才算是清醒过来 弃用龙多的这一改变 让胡仁开始收获胜利的喜悦 龙多表示 在球队对阵 克里夫兰骑士的比赛之前 沃格尔罕见的让球员进行了一堂录像课 所有球员都回顾了 他们被雷霆完成26分大逆转的比赛 回顾比赛之后 在对阵骑士的比赛中 胡仁的改变除了勒布朗詹姆斯付出之外 他们最大的改变就是龙多失去了上场时间 对于威少和詹姆斯的使用 沃格尔也进行了改变 詹姆斯在首节大约6分钟左右下场休息 威少带队打满第一节 第二节前半段詹姆斯带队 沃格尔开始尽量拆开詹姆斯和威少的上场时间 并且保证他们两人会有一人在场上 显然龙多成了多余的那个人 不过重新回归胡仁的龙多对自己的球队定位非常清晰 在重新和胡仁签约之后 沃格尔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龙多不会得到太多的出场时间 他将成为那个替代贾里德杜德利在更衣室发生的人 而龙多本人在回归胡仁时也清楚这一点 队内有詹姆斯 有威少 胡仁对龙多在场上的要求不会太多 他更像是一名候补选手 或者说是以球员身份出现在场边的助理教练 当詹姆斯或是威少轮休的时候 龙多会及时补上 最近几场比赛 你可以时常看到龙多拿着他的平板站在场边 他也没有坐着 就跟主教练沃格尔一样 当球队在场上出现问题时 暂停的时候 拉着戴维斯或者其他什么人 说着什么 在场边的龙多更加能够看清场上的局势 知道胡仁球员在场上犯了一些什么错误 除了上场和威少不兼容之外 似乎在场下龙多对球队的帮助更大 场均上场17.5分钟 能够贡献6分1.8篮板4.3助攻1.0抢断 投篮命中率和3分命中率分别为40%和44.4% 龙多在场上的表现中规中矩 他的身体状态能够承担15到20分钟的上场时间 但是在詹姆斯和威少都健康的情况下 在场下待着的龙多对胡仁更加关键 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安东尼·戴维斯 他本赛季场均25分 11.1篮板2.4封盖的数据是远超上赛季的 戴维斯在采访中透露 龙多告诉他 胡仁需要他每节比赛至少2到3次站上罚球线 并且戴维斯也有这个能力 虽然表达有些直接 但是龙多的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戴维斯赛季初打得毫无侵略性 频频在外线出手 不能够摧毁对手 反而伤害了球队 戴维斯也在龙多的指导下 打出了更多的侵略性 而在今天 胡仁将继续坐镇主场 迎战雷霆 紫金军团一定能拿下雷霆 好取四连胜 关于胡仁的消息 蝎黄就说到这里了 接下来蝎黄带大家看看狼王的消息 由于欧文持续缺阵 加上哈登旧伤未遇 蓝网在赛季初的道路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平坦 不过好在他们还有杜兰特 这根定海神针 带队好取三连胜 同时也让蓝网顺利杀进东部第五 多少令目前的严峻形势得到了缓解 其实蓝网如今步履维艰 与联盟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欧文无法上场 直接导致原本稳固的三脚架 缺了一条腿 此外 联盟实行的吹乏新规则 更是废了哈登一半的功力 按照综合贡献来看 哈登和17到18赛季的保罗非常相似 他们从曾经的绝对领袖 变成了辅助性的二当家 无法将精力全部转化为自己的核心能力 换句话说 如今的登哥 早已不是前几年那个 得分如砍瓜切菜的超级巨星了 而是一个兢兢业业梳理球队进攻的全能空位 哈登的彻底转型 看似十分落魄 很多人认为 他不再是无解形的得分手 因为对手有了增加防守强度的底气 当哈登失去裁判的保护 所有的得分手段 都瞬间降低了威胁性 不过 从宏观来看 他的转型 却间接提升了球队的实力下限 朗网现在只有两名巨星 而且严重缺乏分配球权的人 哈登将精力分散到组织上 一方面可以赋予杜兰特更多的进攻自由 另一方面则填补了 朗网的体系空缺 在对阵老鹰的比赛前半段 他甚至连一次出手都没有 明明可以自己得分 哈登也有意成全队友 这种无私的境界 价值上已经覆盖了新规则带来的损失 所以即便哈登每场的基础数据都不太好看 篮网也能掌握比赛的主动权 取得胜利 上赛季中期 哈登刚刚从火箭转会至篮网的时候 主教练那时就有意让哈登从得分手 逐渐过渡为单纯的组织者 因为杜兰特和欧文都不是伟大的传球手 他们可以在百万军中杀进杀出 但无法成为战术体系真正的大脑 而哈登却是联盟中屈指可数的持球大核心 他的得分能力不亚于杜欧 同时还有更加出色的球伤和应变能力 不过角色转型的计划 最终因为杜兰特和欧文 长期因伤缺阵而告吹 篮网必须依靠哈登的持球能力 和碰瓷技术带队赢球 现在新规等于是让篮网重新拾起这项计划 哈登的终极价值在于他的大脑 就算没有了哨子 他阅读比赛的能力也足以对比赛产生影响 至于终结比赛 有死神杜兰特完全足够了 所以可以再回头看一下篮网现在的阵容 他们仍旧坚持使用吴晓来承担首发 那时很清楚 在没有欧文的情况下 他们想要夺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故而置之死地而后生 索性让哈登变成没有棱角的纯空位 大家各司其职 阵容整体搭配倾向合理 一旦欧文在赛季中期回归 替代掉哈里斯现在的位置 那么篮网的阵容实力 上线将瞬间拔高几个档次 三巨头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补 他们憋的这股大招 在战略意义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客观来看 虽然东部赛区本赛季出现了多匹黑马 但真正有实力 在季后赛和篮网掰手腕的球队 依然只有未免冠军 熊鹿队 希望哈登可以在蜕变的路上 抛开外界的质疑 当他在季后赛中成功证明自己时 当下的个人困境或许根本不值一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